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刚入门学习PLC的朋友 是不是还不知道编码器是长什么样的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这个东西 先给我点赞收藏和加个关注吧 我手上拿着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编码器了 它其实是一种提供反馈的传感设备 在工业项目当中主要是发挥三个作用 第一个是反馈信号 第二个是测速度 第三个是测量位置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实验 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把编码器 PLC触摸屏连接起来了 接着给PLC上电 然后把事先做好的程序上传到PLC里头 然后转动编码器 我们就能看到触摸屏上的数字也变化起来了 通过这个方法实现了技术功能 编码器的作用和用法你都学会了吗 想知道更多用法的话 先给我点赞和加关注 我后面慢慢跟你说